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说 也是看到四十真相 这不是我看出来的 张恩家大师看出来的 我跟他老人家三年 他劝我出家 学释迦牧尼佛 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意思 以后慢慢体会到了 他老人家往生走了 我想想他讲的话很有道理 我可以出家 我没有牵挂 一个人在台湾 所以就依照他老人家的指示 选择这条路 第一本书 释迦牧 是他老人家指定教我读的 那就是释迦牧尼佛传记 看了之后对师尊才认识 才了解 他是个什么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 从他一身行医上就看 他一身工作来看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教育 义务工作者 一身教学 所以他是私道 他是老师 非常负责任的老师 又不受人的学费 教学的态度跟孔子一样 有教无类 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信仰 只要你肯来 他就教 教得非常认真 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他的弟子里头 有婆罗门教 华严经上看到 变形外道 那都是宗教里面的传人 宗教师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释迦牟尼佛 没有叫他改变信仰 就跟学校 你来上学 无论是哪个宗教 都没关系 所以我们肯定了 佛教是教育 佛教是教学 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教了一身 没有在经上看到的 哪一天释迦牟尼佛放假 没有 从这些地方 我们也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身体好 真的是金刚不坏神 他那种生活方式 我们不行 我们一天都受不了 夜晚在野外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那身体不好不行 在年轻的时候还说能过去 他走的时候 七十九岁 七十以上 依旧过这个生活 没有说七十九岁以后 他住在房子里 没有啊 冤极的时候在树林里头 不在房子里头 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 这个里头含义得非常之深 所以我们要与他做榜样 要向他学习 他每天讲 每天讲经不止四小时 我们跟他比他差远了 他没有休息的 一个人来请夜教 两个人来夜教 人多人少都无所谓 他有没有正式开办 随时到随时叫 你想多学就多住几天 你学个一两天够了行 你就走路 真是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啊 我们都要想 都要能想到 他的风范 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然后就坐下来 每天都要想到 就走路了行 你